hello大家好 我是達爾 今天這部影片我們要完成 承諾之教育二重置版裡面 凌盼公寓的全收集全探索 那進到凌盼公寓中 假如大家還沒有拿的話 在最外面的布桿環上面 有凌盼公寓的地圖 拿到地圖之後也才比較好方便 我們探索這整個凌盼公寓 屋子內這裡有凌盼公寓第一個存檔點 然後在屋子往後 這裡有一個布簾可以拉下來 這邊布簾拉下來之後會出現一個 硬幣櫃 這個硬幣櫃就是凌盼公寓裡面 的主線需要完成的解謎 完成硬幣櫃的解謎之後 我們才可以去到下一張地圖 假如跟硬幣櫃互動 它上面的紙寫著 5個洞裡有3枚閃亮硬幣 代表我們會需要收集到 3枚的硬幣 才可以完成這個硬幣櫃的解謎 好呢我們就準備出發開始進行 凌盼公寓的探索以及解謎 我們現在在的房間應該算是警衛室 我們要先到他左邊的樓梯上去 因為目前其他的路都是不通的 我們走書警衛室來到房子的右側這裡 先繞著這個警衛室走一圈 這裡前面有一個綠門 我們可以嘗試打開 但發現目前也是不通的 在這個綠門旁邊的書架上 我們可以找到一張紙條 上面寫著217號公寓傳出了 槍響 代表這間房間目前是開的 我們等一下可以進去 在地圖上我們也畫了個記號 前面這邊還有一個健康營料可以見 這邊我們打開地圖看一下 然後切到二樓的地圖可以看到 217我們畫了一個問號 接著我們就從他旁邊的樓梯上去 上樓之間傳出了一些聲響 不過我們沒有看到人 附近的兩間房間目前也沒有辦法打開 我們往右有白色亮光的那個地方走 發現這裡有一間房門是打開的 這邊是202號房 我們走進這個202號房 發現左前方有一個非常亮的光線 上前互動我們可以拿到一個很重要的道具 手電筒 手電筒一照發現前面竟然有一個敵人 我們在這邊就先把這個敵人也一併擊到 將他擊到之後 我們可以簡單搜刮一下這間房間 那廚房這邊有幾個櫃子 但我櫃子打開裡面是都沒有東西的 往後走回我們剛剛拿到手電筒的地方 這件衣服可以互動一下 應該是我們的男主妻子曾經穿過的衣服 然後在衣服的後面會有一個櫃子可以打開 裡面可以撿到滑到庭院的鑰匙 這間房間探索完之後我們就走回二樓的走廊這裡 打開地圖看一下會發現 左邊還有一間201號房 我們可以過去看一下 來到201號房發現這裡也需要一個鑰匙才可以進去 那這邊的201號房打不開 前面的幾間二樓的房間也都打不開 所以在二樓的所有探索目前我們就已經都完成了 我們走回樓梯寨的地方 當然還有三樓可以探索啦 不過三樓目前其實也沒有東西 所以我們就先走回一樓 去看一下我們剛剛拿到的滑到庭院寨的地方 打開地圖 我們又去到警衛室右側 這裡也是滑到庭院寨的位置 我們先繞著這個警衛室走一圈 在他右側這邊我們看到一個木門 拿出我們剛剛撿到的鑰匙 就可以把這個木門打開 這裡我們就來到他外面的滑到庭院 那正前方這邊會有一張黃色的紙條可以閱讀 告訴我們目前的垃圾通道故障無法使用 滑到庭院通往下一個房間必須要移動 在剛剛我們閱讀到的黃色紙條旁邊的這個 像是垃圾車一樣的東西 把這台車往右移動一小段 發現這裡的窗戶它是可以爬進去的 我們爬上垃圾車才爬進這裡的窗戶 就來到112號房間 那我們簡單搜刮一下 在我們進來的窗戶右邊這裡有一張報紙 想要的話可以閱讀 不過跟主線應該沒有什麼關聯 然後再來就是廚房這邊的兩個抽屜 打開都沒有東西 在廚房對面的這個應該是起居室 他的抽屜打開有一個子彈 然後這邊收益機的雜訊也響起 附近應該是會有一個小敵人 但是不知道他在哪裡 我們走出房間然後左邊沒有東西 我們往右掛 那這邊我往左看一下發現 原來我們在找的敵人就是一隻小蟲 看起來超像蟑螂的有點噁心 好我們繼續往右往下走 首先111號房打不開 接著我們到下一間109號房 這個房間是開的 一樣我們可以先簡單的搜刮一下 在廚房這邊有兩個抽屜 打開都沒有東西 然後 這個有一個 小塊躲在後面這個有一個火花 將小塊擊倒之後我們再進行一下搜刮 往前走到底在左側這裡的 臥室這裡有一個手槍子彈可以見 那出色之外的 其他房間就都打不開 我們就離開 回到這個走廊上 接著我們要繼續沿著這個走廊 往右下方走 關關處這邊有一個110號房 不過這個也打不開 我們一路往走廊的鏡頭走 在最前面會看到一個 可以互動的小白點 點擊互動的話 這裡就會觸發一段劇情 我們試著去掏前面的一個鑰匙 但是就在我們快要拿到鑰匙之際 突然出現了一個小女孩 他把鑰匙踢走 還踩了我們一腳 這個 可惡的小女孩 我們之後還會再遇到 那這邊這個被小女孩踢走的鑰匙 其實我們繞一圈可以拿到 打開地圖 這個近代號在的位置 就是我們接著要去的方向 我們先往後走一點點 後面這邊有一個 藍色的門 上面直接插了鑰匙 可以打開 這裡出來就是我們剛剛爬進 112號房的地方 那我們就直接往前走 回到剛剛我們進來這個 底面的地方 走回來之後會發現 左邊這裡 104到117號房的 這邊這扇門打開來了 旁邊這邊的廁所也是開的 裡面可以撿到兩發手槍子彈 撿完之後我們就到左側這邊 這裡應該是被小女孩打開的走廊門 進來之後每一間房門都可以先摸一下 我們會發現前面的 104 105 106號門都沒有打開 房間走到108號房 這個房間是開的 房間裡面會有一個重要的任務道具搜刮 我們直接直走到地 在最前面這裡右邊的 櫃子我們可以看到一個 金手 操扣左邊的金手按一下之後會有一顆球掉下來 裡面也陷出了一個昏紗 我們浮身撿起剛剛掉下來的這顆 金蘋果把手 這個是後面任務會用到的道具 那這間108號房 其他沒有任何可以搜刮的東西 出來沿著走廊繼續往下走 地上可以看到剛剛小女孩踢掉的 二樓走廊鑰匙 鑰匙旁邊還有一間 107號房 房間的左側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鋼琴 以及一個琴譜 羅伯特屬滿的孤獨的花 在房間最深處我們可以看到 小女孩畫的一個壁畫 應該是兩隻兔子 壁畫旁邊有一間臥室 臥室裡面有一個抽屜 可以撿到一瓶藥水 好那這間107號房的探索 我們就也完成了 接著就可以往回走 沿著走廊走一小段我們會發現 106號房的房間 房門竟然被打開來了 裡面也跑出了一隻灌獸 我們先順手把這隻灌獸給你剪掉 接著我們進到剛剛鎖起來的106號房 那這間106號房裡面也會有一些敵人 我們進來之後就可以先在外面看到兩個 小昆蟲先把他們兩個給擊殺 接著在旁邊的電視櫃可以搜刮到兩個手槍子彈 廚房的吧臺這邊則可以看到一張紙條 上面寫著 關於102號的米勒太太的一些事情 其他廚房有一些櫃子 不過櫃子打開都沒有東西 那這邊的東西都搜刮的差不多我們就可以離開 我們先往回走到那個 警備室在的存檔點 也可以讓大家先去存個檔 因為這邊都沒有自動存檔嘛 所以只要說死掉的話 要整個充跑會麻煩的 所以有時候的話可以先回警備室這邊存個檔 好我們從存檔點出來 往右看這裡會發現 前面這個門本通往101 102號房的路被打開來了 而且前面還有敵人 我們就走去先把這邊的敵人給清掉 清一彎外面的敵人之後 我們來到這裡的102號房 102號房這裡廚房這裡是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搜刮的 不過在他旁邊的 這個電視機前面的一個架子上 這裡可以撿到一張 情人節的照片 沒有還寫著數字4 除此以外在電視機後面還有的一間房間 這裡的架子上可以撿到一瓶飲料 好那臥室廁所這邊都沒有其他東西可以搜刮 我們就離開 102號房 一樓的走廊繼續往下走 還有一間 101號房 不過我們走到101號房會發現 101號房目前是 鎖著的 那目前我們能夠探索的 一樓區域就全部都探索完成了 接著我們要回到二樓去使用 我們剛剛有拿到的一個 二樓走廊鑰匙 一樣我們從警備室 左側這裡的樓梯上去 我們再次回到二樓 再次上二樓之後可以直接左轉 左轉這邊的走廊鑰匙可以用來打開這個綠色的門 走出來前面這裡有一個 看起來像是在裝死的怪物 我們給他補個兩刀 然後他旁邊的門我們可以開開看 然後發現這裡都打不開 我們就繼續往下走 走到底這個門也打不開 接著拐獎 第一間房間的門可以打開 這裡是他們的洗衣室 洗衣室走到底點擊互動一下 這裡可以觸發一小段劇情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硬幣 這個硬幣就是我們要蒐集的三枚硬幣之一 不過目前我們購不到這個硬幣 那洗衣室裡面另外沒有其他東西 我們就直接離開 繼續往下走 出席室正前方我們可以看到那一樣這個紅光 旁邊213的門是開的 212需要一個鑰匙才可以打開 然後正前方這個紅光我們可以看到 他是一個三角頭 不過目前他不在我們攻擊範圍裡面 所以我們就回頭來到這個213的房間裡 一樣我們先簡單在附近搜刮一下 會發現其實這附近沒有東西可以搜刮 櫃子打開都是空的裡面沒有東西 接著我們進到廚房對面的臥室 這裡有一道牆可以互動 不過暫時不知道這個是什麼意思 走出臥室正的房間我們可以看到右邊這裡有一個 墻縫可以鑽出去 我們從這個墻縫鑽出來 這邊我們也可以打開地圖確認一下 現在我們在214到217的房間附近 然後這旁邊會有一個樓梯 不過這個樓梯的 鎖目前是鎖住的 旁邊還有公告說三樓在進行翻修作業 所以不要上去 那我們就繼續往下走 開一開附近的房門會發現 214 215 216的房門都是沒有打開的 但大家還記得我們在下面拿到過一個傳單說 217房間有傳出槍響 我們走進217的房間 果然在這個房間裡面 撿到了很多的手槍子彈 在正中間的一個購物車上面 我們還看到了一把 手槍 至此我們就可以使用手槍來進行攻擊了 目前包括我在217這個房間拿到的手槍子彈 總共有21發 217號房 其他沒有可以搜掛的東西 我們走出來之後會發現 左邊神奇的亮者白光 那邊是我們之前剛走過來的213號房 我們往那個亮者白光的地方走回去 強風鑽出來之後我們神奇的發現 這裡的電視機開著前面還坐著一個人 再次確認這裡真的是213號房 在他旁邊的架子上還可以撿到一個212號公寓的鑰匙 接著我們跟他互動一下 發現這個人確實是沒有反應的 可能已經掛掉了 很有可能是被前面我們看到的一個三角頭給擊殺的 那在這邊我們拿到了212號公寓的鑰匙 接著 就從213號房間離開 來到對面這裡就是212號公寓在的位置 使用剛剛拿到的鑰匙就可以進到這裡面 那一樣我們現在212號公寓簡單的挖一下 在他的洗手台這邊下面的櫃子可以打開 獲得一個健康飲料 那對面房間這邊雖然可以進去 然後也有陽台可以出去 但是這裡是沒有任何可以搜刮的東西的 我們走回剛剛撿到 飲料的廚房這邊 這裡的陽台可以出去 然後通到隔壁的房間 正前房間接著 正前方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小怪 那大家如果子彈數量不夠多的話 可以省著用不一定要用子彈 那我這邊子彈數量還夠多所以我就用子彈追上他然後把他給擊倒 那我們現在是通過212來到了210號的房間 在擊倒小怪的地方 角落的一個窗旁邊 這裡可以撿到一張照片 職業生涯的起步 然後走這裡可以翻過去 來這裡的冰箱我們可以撿到兩發的手槍子彈 接著我們就走出這個210號房間 那來到外面 左邊這裡是我們上一次有看到三角頭他在的地方 不過那也是死路 所以我們往右走 右邊209號房是鎖的 然後在鑽橋處 就有一個敵人 你可以先把他給解決掉 往前走前面又有一個敵人一樣 我們去把他給解決掉 在我們解決掉第二個敵人的地方 這外面有一個 平台可以出去 地圖位置是在207跟210之間 在他旁邊會有一個可以操作的手柄 我們操作一下可以把這個梯子給放下去 這下面就是通道爬到平原在的地方 那有需要的玩家可以先回一樓去存個檔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 做一件蠻浪費子彈的行為 我們繼續往走廊伸樹走 下一間207號房的房門是直接打開的 不過這裡面會有一些敵人 其中一個敵人在正前方的派對氣球這邊 另一個敵人則是躲在廚房裡 這敵人每次突然出現都會嚇到我 接到他們之後簡單搜刷一下 首先在廚房這邊可以撿到一發 手槍子彈 對只有一發 再來就是在前面的這個書架上 這裡還有兩發的手槍子彈 其他這裡面就沒有東西可以搜刮了 然後假如你是想完成steam成就的玩家的話 這裡就需要你拿出你的手槍 把vokem home 總共11個英文字母的 氣球全部都射電 沒錯總共需要用到11發的子彈 所以如果你想生子彈就是射完這些氣球 就要可以讀取存檔 因為成就已經拿到了 那這邊我自己就不讀打 我們繼續往下走 這間房間外面會有一個綠色的門可以出去 不過出去可以通到下一間房間的陽台是鎖著的 所以這邊是一條死路 我們往回走回剛剛探索的那個走廊 從這個走廊繼續往下走 後面有敵人但他好像不會打擾到我所以就先不管他 我們往下來到 六下角這間208號房 一樣走進房間我們先進行一些簡單的搜刮 在廚房這邊上面的櫃子可以打開拿到幾個手槍子彈 除了這幾發手槍子彈以外其他就沒有任何可以搜刮的東西了 我們來到右前方這裡的小圓桌 小圓桌上有一個筆記 除了這個筆記以外小圓桌前面還會有一個衣櫃 這裡我們可以放上之前有拿到的金蘋果把售 放上去之後打開來我們可以看到裡面有一個空間 要進到裡面空間的方式就是推開衣櫃 這裡就打開了一個我們可以進去的空間 不過進去之後後面回去的路也會被鎖上 那這間房間我們要進行一道解謎 解謎的謎題就放在衣櫃右邊的這個牆上 謎題是 望向右鄉屋頂滑破夜晚的地方只見反家族機未見左遷之人 他找到加爾巴歐告訴我 還是一條向右通往地獄的記憶之河 那這邊的關鍵字分別是 反家族機 還有記憶之河 那解謎會需要用到的東西是數字 我們往後走一點這裡可以看到一個保險箱 就是用來轉數字的東西 那手電筒照一下可以發現有一些數字特別亮 左下角的11象徵地獄之河 中間的7則是反家族機 右前方這裡有13則是加 依照順序就是13 7 11 接著我們就要轉動保險箱 那轉的時候我先順時針轉到了13 轉到之後要按一次接受 接著逆時針轉回7 再順時針轉回11 成功轉通之後保險箱就會打開 這裡我們也拿到了一個男人的硬幣 以及一把鐵製鑰匙 拿到這邊鑰匙之後我們就可以從左後方這裡的門出去了 這裡有一個九宮格在地方就可以插入鐵製鑰匙 走出來之後我們可以先左轉 這附近有敵人 但是目前我沒看到 左前方這邊是205號房 我們可以先進到這個房間裡 那進來之後我們就可以在房間裡面看到很多的 昆蟲 我們先把他們給擊倒 將他們都擊倒之後我們來進行一下搜刮 首先在廚房這邊我們可以撿到3發的手槍子彈 廚房左前方這裡的應該是儲倉室 又撿到一個健康飲料 再來是正前方這裡的椅子可以撿到一個 二樓小樓梯的鑰匙 那樓梯後面這個門我們也可以接鎖打開 這裡其實就是通到207號房的陽台 但我們沒有必要過去因為我們沒有要往那邊探索 我們探索完205之後回頭 在走廊的鏡頭這邊還有一扇門可以打開 走出這扇門之後其實我們是來到 二樓的走廊就是我們之前用鑰匙打開之後來的地方 那收集地圖我們可以看到正前方這裡有一個 亮光的地方而且這裡還有一個敵人 我們過去先把這個敵人給擊倒 那這邊我們是在一個靠近213的地方 將他擊倒之後我們再繼續往前往這個有亮光的地方走 這裡我們就可以用剛剛拿到的 二樓小樓梯鑰匙來打開後面的這扇門 門打開之後後面也有一張紅色的紙 這裡就是零派公路的第二個存檔點 那這個樓梯可以分別通到三樓還有一樓 我們兩個方向都要探索 那我們就先往上面 三樓這個我們還沒有探索過的樓層前進 上來之後附近的一些門我們也可以試著推開看看 發現都打不開 那我先往前走到底 最前面這裡是一條死路 不過下面的步上可以撿到 4發的手槍子彈 撿完這邊的子彈之後我們回頭 往中間的一個 插入前進 轉進來之後我們一樣試試看推開這裡的房間 發現 還是都推不開 不過最後面這裡有一個 強縫可以鑽進去 一進來之後我們立刻就看到有一個敵人在前面 接著就先過去把他給擊倒 在擊倒他的附近 就是入口正前方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一瓶健康飲料 接著我們走到下一間房間 這裡是像廚房一樣的地方 出地打開 可以拿到兩個手槍子彈 剪刀手槍子彈的側面有一個強縫 這裡可以鑽過去 然後鑽快點 不然的話中間應該是有敵人的 出來之後我們來到下一間房間 然後這裡 處方也屠於敵人 這些敵人都喜歡躲在一些陰暗的角落 那一樣我們把他給擊倒 那這邊的廚房沒有任何可以搜刮的東西 然後在我們下一間房間 這裡還有一個躲著的敵人 一樣我們隨手把他給擊倒 那這邊沒有任何可以搜刮的東西 我們就從側面這裡的樑臺走出去 這裡有給你通道下一間房間 我們進來之後有發現 左前方有一個敵人他躲了起來 我們追上去先去把他給幹掉 我們在擊倒他的位置這邊 可以找到一張邪惡的紙條 這反面都寫著一些東西 說有什麼東西在他的體內 但我們現在不得而知 拿到這張紙條之後我們回頭在這間房間 進行一下搜刮 現在我們是在312號房 在我們撿到邪惡的紙條的左側 這裡有一個房間 可以撿到一個藥瓶 再來就是我們剛剛進來的廚房 他的櫃子可以打開 不過裡面沒有任何東西 廚房對面的房間 這裡有一個綠色的門 後面可以走到他的樑臺 外面可以撿到一個注射器 接著我們走回房間裡面 注意一下這間房間 左下角這裡有一個血跡跟白布條 這裡我們是可以鑽過去的 鑽出來之後我們來到了洗衣房 不過這裡是3樓的洗衣房 桌上我們可以撿到一瓶罐裝果汁 這罐裝果汁我們拿到之後可以直接跟旁邊的這個 應該是垃圾通道互動 然後我們把罐裝果汁給丟進去 我們之前在2樓有看到 這個垃圾通道上面有一個硬幣 在我們把罐裝果汁也丟進去之後 然後把卡住的垃圾成功掉到了1樓 其中也包括我們之前在2樓看到的那一枚硬幣 丟完果汁之後我們就回頭 後面這裡有一個手箱子彈可以撿 然後這裡的綠色的門也可以打開 打開之後旁邊其實就是連通道 我們剛剛上來的那個小樓梯 現在我們就可以直接回到那個小樓梯 去到1樓還沒有探索的地方進行探索 右轉往下我們再一次走回2樓 一樣假如說在這邊有需要存檔的玩家可以在這裡進行次存檔 存檔完之後我們就接著下去來進行1樓的探索 樓梯下來出去以前 後面可以撿到無發的手箱子彈 接著從1樓的樓梯門出去 樓梯右側是我們等一下要探索的方向 正前方這裡的木門則是有鑰匙可以先去轉開 這裡出來就是到涼亭 垃圾堆那邊 我們剛剛從3樓沖下來的硬幣就會在這邊 在這裡我們可以撿到 女人的硬幣 撿完這個硬幣之後我們就回頭往另一側去進行探索 回頭然後左轉這裡是114號房到117號房在的房間 不過我們連這開幾間房間的門都沒有辦法打開 在靠近最後一間116號房的時候我們聽見了一些嘔吐聲 接著在116號房旁邊廚房的 冰箱裡我們可以看到一堆屍體 廚房的櫃子裡面也可以撿到一些手槍子彈 我們往下走一點點 這裡會觸發一段劇情 我們遇見一個叫做 艾迪的小胖子 他激勵撇清說廚房的屍體不是他造成的 我們告訴他這個小鎮並不安全並勸導他 離開 他希望我們能夠跟他一起走 但是 我們還要在這邊尋找一個人 就是我們的老婆 所以我們暫時沒有辦法跟他一起離開 退化結束之後我們還可以敲敲門 關心一下艾迪 看他一個人在裡面可不可以 那艾迪在的廁所對面這裡的窗戶是可以爬出去的 爬出來之後我們會在外面看到很多的 敵人 這裡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要撿到 在下面泳池這裡紅色籃子裡面的一個硬幣 蛇硬幣 其他敵人你想打想不打都可以 不過我覺得打他們有一點浪費時間 而且我可能也會扣很多血 所以就不打了 那在這一個泳池附近 左前方這裡的 鐵門 是通道 玫瑰水公園 是我們一個之後會探索到的地區 目前我們打不開這裡的鐵門 那我們要離開的方向是從我們 遇見艾迪正對面這裡 有一個藍色的鐵門 這邊的鐵門有插傷鑰匙可以直接轉動 轉動鑰匙進來的話我們就也回到 第一個存檔點 警備室在的附近 這裡我們也已經收集到了三個硬幣 可以回到警備室去進行 硬幣櫃的解謎了 然後有需要存檔的玩家一樣在這邊可以先存個蛋 好接著我們就轉後來到這裡的硬幣櫃 進行解謎 那這邊的解謎其實不難而且蠻有趣的 首先 第一有侍女坐在樹下 正中間這裡是一棵樹 我們把女人的硬幣放在這邊 風從侍女後方吹來 花朵孤身生長 所以 女人的後方我們可以放上花朵 那這個蛇硬幣它的反面其實是一個花朵 我們放上蛇硬幣之後把它翻一個面 最後男人來訪整潔帥氣 角白月光 金銅閃耀 我們把男人放在最左邊這個靠近月光的地方 進到第二階段 男人接近利刃出鞘 所以我們把男人靠近女人這裡 然後翻一個面變成利刃 侍女逃竄遠離男人逃向花朵 所以我們把女人放在靠近花朵的地方 接著就進到第三階段 花朵生長之處變成劇毒 侍女休憩之處變成石碑 那花朵它翻一個面會變成劇毒 侍女它翻一個面會變成石碑 最後在墓碑旁邊 男人在此 所以我們把劍移動到墓碑旁邊 翻過來變成男人 接著這個是最後一階段 濃獸將莉雅刺進他的血肉感到無趣 男人失敗女人不在 所以我們把唯一剩下的巨蛇放到上面 這樣我們就完成這個硬碑櫃的解密 拿到 201號公寓的鑰匙 那拿到這個201號公寓的鑰匙 我們可以打開地圖 確認一下它的位置 其實就在旁邊 警衛師上去走到底就可以找到了 那上去之後短時間內 我們應該是沒辦法回到這張地圖 所以有需要存檔的玩家 一樣可以在這邊存檔 我們從警衛室旁邊的樓梯上去 上來之後就從 二樓這邊的輪進去 這也有標示 201到203在右邊這邊 我們順著告示的方向走到底 在最後面我們就可以看到201號這間房間 使用剛剛拿到的鑰匙我們就可以進來了 那這間房間再看目前是比較乾淨而且 幾乎沒有被破壞的 我們走到底正前方這裡的廁所可以撿到一瓶健康飲料 往前走到廚房這邊我們可以看到一扇紅色的門 這個門是我們等一下要進去的一扇門 旁邊齊居室這邊 書桌上還有一個 手帕可以互動 在我們拿起這個手帕的時候也聽到了一段劇情 我們的身後突然傳來了一聲巨響 被我們打倒過很多次的這些小怪突然也被 打倒在地上抽搐 我們探討過去會看到之前有過一面支援的 三角頭 在這邊支撿其他的小怪 我們抓著時間躲進了旁邊的衣櫃裡面 但最後還是被這個三角頭給發現了 我們拿出手槍朝他射了幾槍 但是發現 好像完全沒有效果 好在他現在似乎對我們還沒有太多的興趣 他拖著地上的一個小怪 離開了 劇情結束之後我們可以在剛剛這個書桌 下面撿到一個手帕 那要前往下一階段的探索就是要從前面這個 紅色的門進去 我們走上前去轉動一下這個紅色的門 打開門之後要通到對面的房間 中間距離對面的房間是有一個 幾層樓高的 當然我們勇敢的男主角還是 不為險境的跨到了對面去 那對面這邊就是下一階段的探索了 我們進來之後右下角也會自動存檔 假如現在關掉遊戲重新打開的話 我們也可以直接讀取檔案進到這個清河公寓 好了那這部影片我們就先把 林判公寓的全探索全收集給完成了 假如還有下一部影片的話 下一部影片我們就會從清河公寓繼續探索 這部影片就先聊到這邊 看完喜歡千萬不要忘記點贊訂閱 我是達埃爾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拜拜 拜拜 Join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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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